我們在醫院的時候 我們也有輕創 腳的部分那個時候 也有輕創 那當然是那個是蠻痛的 有一定的痛楚在那邊 只有腳的部分 跟手的部分 就已經很痛了 更何況他們是那個動輒 是百分之五十六十的 這樣子一個燒燙傷 我想 這樣子的痛苦的 這樣子外人可能 我們沒有辦法去體會 那可能需要親朋好友 給他們的一些 心理上的一個支持 讓他們能夠勇敢地來面對 然後能夠走出 走出這樣的一個傷痛 這個是我想給他們的一些經驗